就是我們一位台南市最大醫院之一的 就是郭忠和醫院院長 請院長 那的話就在中間 你等一下出去就看到連續有台南市長 就在那邊 剛好謝老師的跟郭院長排在一起 那現在郭院長可以到前面來嗎 我想先請院長 郭忠祐講話好不好 因為我所有談的資料 全部都是跟院長有關 所以很多背景 我實在希望大家從他口中比較了解 因為我講不如他講得清楚 然後等一下用我的觀點來談他的話 好 最後開始 謝謝林老師 我謝醫師跟謝老師一樣 不是科班出生的 可是跟謝老師一樣喜歡畫畫 我是出生於民國45年 1956年 剛好小謝明昶老師半歲 所以以後我的話永遠會跟隨著在謝老師的旁邊 做假的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我壓力很大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我現在就看這個報告演呈現的 我們就慢慢的開始了解這個郭院長 我為什麼會研究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在師大有開門課 就是美術自由教育方面 台灣從英國70年開始設美術自由班 那我那一年 剛好我教的那個學校 教育部就指定我們開班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跟美術自由教育 就承上關係 所以我那時候 一開始我就會對那個 畫得特別好的兒童 就特別的注意 所以我的 就做了很多個案研究 包括我研究過大陸 很早有一個專門畫猴子的一個小朋友 叫雅妮 後來我們台灣有一個很愛畫的 有一個很愛畫汽車的孩子 叫做他的英文名叫做Garry 事實上他就是零利利 另外後來我又碰到一個 明星西點麵包店的那個自閉症小孩 就是G Lan 他因為在美國出生 他爸爸媽媽在台灣結婚以後就 不是在美國結婚 兩個都到美國讀書 一個讀像伯克萊的博士班 一個是讀南加大的NBA 他們兩個家事都非常的結婚 就生了一個 他們很不幸 就說為什麼他會有一個這樣的孩子 就自閉症 所以我也研究這樣的類型的一個個案 那最近幾年 就2002年的時候 我剛好去美國當任訪問學者 那當時我在他們讀書館就找到了一本書 就是一個Claire Grom 他的有一本書就是 《只有兒童的發展》這一本書 那他裡面就提了總共有七八個案例 當時他就提到說 找不到很好的個案可以來探 所以我回到台灣以後 我就非常注意類似於天才兒童類型的個案做研究 那我前年2011年 我就接到郭院長寄給我一本 這個畫書 好 看看第二頁 來寫一下 就是2011年7月的時候 那個院長送來 就送給我一本 《自在公財》 郭中正 《協議人生化學》 這一本書我接到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壓抑 這一位是哪一位先生 後來慢慢就開始很好奇 看了內容又 太好了 又是一個很好的個案 剛好在研究這一類的案例 太好了 尤其我看了前面四篇戲文 我覺得說 怎麼好 這麼好的一個個案 就在我眼前 而且是真正自由的個案 好 那2012年2月 這個 我們台灣水載化協會 在台南生活美學館 我們辦類似像這樣的展覽 規模也不小 但是沒有這個地方大 那當時郭院長也來參加我們的盛會 同時就在盛會過後 他邀請我們幾位港部 就到他醫院去參觀 一進去以後才發現 哇裡面有音樂廳 還有他的辦公室好像畫廊一樣 所以我一直發現說 哇這個醫院的院長怎麼這麼愛畫畫 所以我對他的這個實際的廢話表現 我就開始很關心 加上很好 我回家以後 我有打電話問說 郭院長你小時候的資料還在嗎 哇這個動作很快 院長大概一聲交代祕書 很快耶 沒多久 就寄了一整疊的那個 有點像一本相簿 我印象 他就寄過來 我打開一下 哇什麼都有 以前小時候 從我看那是三歲四歲五歲 一直排 就一直到大都有 所以我現在再給大家看一下 自己按 自己按一下 好 那這個這裡面有四篇文章 我想拿到他這本書 有人可以看到 這四篇文章 也許有人會只看畫 但是我不一樣 我會很認真看裡面的文章 所以每一字都不會漏 即使如果有用字不妥 我都會挑出來 但是還好啦 因為那一本書 算編得很認真 一定是院長下的員工 也不敢冒犯 他做字一定改得很仔細 好我們看一下 我這可以把裡面挑出來 裡面第一篇就是 郭院長的爸爸 就是他們議員叫做郭總裁 去年當博士 他這邊有寫了一段 他說中正的幼稚園小班老師 把他課堂上隨手塗鴉的話 送去比賽 竟意外奪得台南市政府 書畫展比賽幼稚園 幼稚園就是亞軍 所以他爸爸就寫在那篇文章裡 我說這個是我作為我論文裡面的證據 他說他小時候就是自由 好再來他下面有寫 他說內仁三妹 內仁三妹就是林恒 林承之 林承之 我想大陸認識 以前曾經是文千惠主委 文千惠主委 那他就是郭院長的媽媽的三妹 發現他每週回到外國家 喜歡在田園地上畫畫 所以我會學過會畫 卻能表現完整的構圖 所以這一部分 很多點點滴滴 我都會認為他 是我在一種知憂的行為表現 我們學術研究 就是把它當作一種知憂的行為 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再來 第二位是沈澤齋老師 我想沈澤齋老師在南部是很有名的 他在台南家專 現在是台南科技大學 現在那個學校 現在又改成台南科技大學 那他這位沈澤齋老師 他裡面文章有寫到 他就直接稱呼阿正 每每做畫實 認真到忘我的境界 那這個我也注意到 畫圖能畫到忘我 這個小朋友 他絕對是非常愛畫畫 再來就是阿正從2000年3月 接任院長後 他說愈來愈沒有空前做畫 只利用幾次參加國際醫學會的機會 盡情可以掃畫出當地的美景 隨時攜帶的籤子筆 他就用籤子筆 勾會這個景物輪廓 然後再用蛋的 調蛋的水彩在上面著色 他是再次打錯了 再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內 很快就完成一幅畫 這是我一直在分析 所有別人看到的一些 他對他行為的描述 就是在我們寫論文 一定要作為文獻探討的一個重要一句 再來我們看看 再來是戴風照老師 戴風照老師就是我們世大畢業的 世大畢業的 我這一點要請郭院長 等一下講一下 他對您的影響 等一下我會問 再來是一般人畫風景畫 也許需要在實地拍照 回家再看著照片描繪 但是中正至今累積了五百多幅作品 五百多幅作品 不容易 無一不是在風景去現場寫生完成 他就是當場在那邊勾背 那後來他又提到 他因為強調 我自己好像是這個 院長的爸爸希望他 學醫啦 學上學醫 但是他很喜歡 很愛畫畫 所以這個戴老師 他是希望說能夠把醫學 跟這個畫畫結合在一起 怎麼樣去應用 所以每學醫學是可以相符相成 例如在研讀解剖學的過程中 怎麼樣把解剖學的道理 用到這個畫畫上 因為我自己在世大有開 醫用解剖學的課 所以我對這個解剖學還蠻很敏感的 所以我看到這幾個字 我就抓出來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再來就是 後來郭院長就是 本來他是 幾位老師都說他很有天分 有得太多獎 然後大家希望他好像是 可以成為未來的畫家 可是因為 爸爸希望他接棒 因為他開了醫院 所以可能會出現的一些 到底要畫畫還是要當儀式 從事儀式 就是會有一點 這個意見上的一個難模糊 那我們現在看看 他後來真的就國中畢業 在台南建興國中 台南建興國中畢業以後 就到東京去讀書了 所以這一個過程 他說這一段話我就發現 畫得好的人 老師一定不會放過 我也是因為這樣 其實我在初中 我讀書 班上都是全三名 可是美術老師一直鼓勵 你畫得很棒 怎麼樣 作業都幫我貼在學校的中廊 然後都會打78分 我說你還欠兩分 打100分就不會進步了 所以我98分 我就永遠只看到98 我們老師在哪裡 就在裡面也有畫畫 成城 他國中他是帶我們 他剛師大畢業 派到我們那個學校 教導我 那我功課不錯 可是老師一直說我畫得很好 我不曉得他什麼意思 後來他說禮拜六到我家畫畫 我說老師我沒請補習 後來老師我又沒有讓你補習 我是看你很會畫 到我家練習練習 你看我就這樣被帶去畫畫 後來走著無路主角去畫畫 因為我考上師範學校 師範畢業就是要教小學 其實我自在讀大學 但是家裡真的沒有錢 我已經高中直升的 去報到了 交了註冊費 看到師範通知說 你哪一天要註冊 我一看到不要錢的 然後學校免註冊費 所以我就到高中說 他說對不起我要退會 他說不行你已經註冊了 他說拜託我真的註冊費是借行來的 他聽我講了以後 好了好吧 專門幫你辦一個讓你退會 就這樣 我記得這樣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郭院長 他這種情況 我就覺得兩種不同的一種環境背景 那他這樣就放棄著畫畫 然後到東京去學醫學 所以他這個過程他畫得好 老師還是很關心 他講到一些 記得當老師看到我 以日本秋天工業作為主題的畫作 畫作時突然大叫一聲驚嘆 他教美術多年來 所看到最好的藝術畫 我這個對學生來講 真的是很會騙 我覺得當老師這種話都講了 絕對沒有壞處 絕對沒有壞處 對不對 我們也都是被老師這樣 又騙又紅這樣 可是他不應該騙我去畫畫功課 其實我要說是因為讀師範 沒有讀高中的功課真的是差很多 再來就是 他應勁大學在醫學部大事的時候 被他的學長指派為美術社長 這個就是機會 因為他常常帶應勁大學 醫學院的醫學部的學生到處去寫生 這個也是一種信念畫畫的一個很好 我也是被誠誠老師帶著去到處去寫生 其實我心裡是在想 老師我回家要做功課 可是美術老師到時候給我打不及了怎麼辦 禮拜六每天都去畫 是這樣子 但事實上我還是很喜歡畫 是很喜歡畫 因為我小學到初中 我也莫名其妙每次比賽都得獎 真的很麻煩 老師就看到你這個畫得不錯 每次頒代表禮拜我去寫生 寫生可以